gardens 北戟 好 請清模之外 請成長 謝謝 委員長 歡迎 部長 這兩天我們好像都很� recycle 因為你的幾句話讓我電話也接不完 不好意思 不會 因為本來很少人認識我們兩個 突然我們兩個突然都很瘋 不過還是要回到上週的議題 包括部長也特別在口頭說明來提到 有關我們在實行細則裡面23條的部分 其實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23條的休假的部分 到底部長那天特別提到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違法 或者跟現行的法令有所抵觸 那部長也是一直堅持沒有違法 那剛剛你的口頭包括裡面 也是說得很清楚 你是依法行政 那在依法行政的過程裡面 是為了要配合40公尺 所以勞工的加入減少了7天 但是他的工時的縮減 反而讓勞工多了6天 部長剛剛的意思是這樣 如果我沒聽錯應該是這個意思 是 沒錯 我想就叫部長的 或者說在座的各位 勞動部的同仁 如果有懂得利益勞工原則的話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在座的各位勞動部的同仁 你們知道什麼叫做利益勞工原則嗎 部長你要回答還是委員要喬誰 部長你知道嗎 我沒聽過這個名字 那請 法治的應該有在吧 法治嗎 其實是王市長 對王市長 還是勞動條件還是 條件還是薛建謙 勞動保護 沒有 我就請 你要法治局 好不好 法務司 利益勞工原則 請問 我是處長嗎 是 你應該知道有利益勞工原則吧 利益勞工原則 原則上是應該在整個立法政策制定 或者是解釋上 他們在勞食上面 全額考量再不影響 整體國家跟公益性之下 就勞工的部分來講 應該就那個部分要有利的一個制定或解釋 好 最起碼勞工法的法言的依據 未接著順序 大家很清楚 憲法 法律 行政命令 判案 判決制定 包括解釋 接下來 團體學約 工作規則 勞動契約 在利益勞工的原則之下 這些部分的一個勞動契約的一個改變 當然他位接越高法律越強 但是陳如剛法治局長講的 如果當你的利益原則來對是法律的位接的例外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他當下 他的法員 較上緣 比較有利於勞工的時候 應該是優先夏威傑的法員 對不對 所以嘛 好 謝謝請回座 社會部長 法治剛剛所提的 當你的勞動企業的變更 行為勞動法則非常的清楚 對勞工 朋友 19天被刪成17天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違法 相關的法令規定就非常的清楚 這是一個配套 我們把他的公司 從兩週84 調降為一週40 沒有時間不多 我只是想說 你那天一直講說 沒有違法 我只是把就法員的依據 我相信你 來致也有法務部 包括你厲害很多專家 學者也應該會跟你提供相關的意見跟看法 我們只是 就是 原則不是法律 原則是教科書裡面寫的 對 教科書裡面寫的 原則不是法律 但是 我們勞動企業的變更 行政部門還是 可以用行政命令來做解釋嗎 行政部門還是講法律 第二個 有沒有違背的母法 我今天如果說好 我舉個例 今天如果我們公告的是 2008塊的基本工資 今天有一個勞工朋友 他是領3萬 他可以說 我依據勞工 勞動部的 最基本的工資 我現在公併你的勞動契約 把你改為208塊 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今天勞工行政機關 碰到這個問題 怎麼處理 今天勞工部 把19天直接刪改成12天 這有沒有違背現行的 勞基法的37條 剛剛部長也特別提到 37條的修正式 建進式的 先把這17天砍掉之後 我們再來修母法 哪有執法去約一母法 執法先處理 然後再來處理母法 沒有人在那裡頭變的啦 我只能夠跟部長講 勞動基準法37條非常的明定 非常清楚 紀念日勞工路 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的放假日 軍營休假 母法寫得非常的清楚 除非法律的變更 邱老師也特別跟 我剛剛已經報告了 講公誕辰紀念日 跟1月2號 根本就不是紀念日 他根本就不是紀念日 那個跟講公誕辰紀念日 沒有關係啦 因為那個主管機關 也不是你勞動部啦 你也違規了內政部的 如果你再回去看內政部的紀念日 還有活頭紀念日 他不是紀念日啊 他現在連講 那我現在問在座的媒體記者先生 我的紀念日有放假嗎 你剛剛也講過啊 主管機關 放假日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不是你勞動部啊 你已經願意了 你已經願意了內政部的權責耶 那你怎麼沒有違法呢 內政部的法律已經說 講公誕辰紀念日不放假 1月2號不放假 但是勞動基準法來在 勞法來在並沒有修啊 勞法來在跟你講得很清楚啊 就是不是紀念日啊 三十七條來在 我剛剛跟你講得非常的清楚 紀念日勞工 集由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運放假之日 全運休假 你這樣還不懂嗎 他就不是紀念日嘛 他紀念日不是放假 那個三十七 三十七條就寫得非常的清楚啊 我們現在在雞同鴨講 我跟你說那幾天不是紀念日 然後你跟我說紀念日應該要放假 他就不是紀念日嘛 今天 所有的補助措施 有沒有實施 結果你還是老半天 也是紀念日講啊 你現在要跟我做 要求我做違法的事嘛 不是我現在沒有要求你 我只是就法論法嘛 你根本就不是就法論法嘛 那行政程序法 裡面第四條也很清楚嘛 行政行為 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的規定 來計數啊 那行政法來這裡沒有規範嗎 那中央標準法來這裡 你回覆給我們的 也寫得非常清楚 你引用第七條 請問中央標準法 法規來這裡 你為什麼不用第五條 你為什麼跳過第六條 第五條寫得非常的清楚 試射到人民的權利義務的時候 應以法律定義之 結果你給我們的公文 來這裡用第七條 好 中委員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沒有其他 我最後還是要再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 依照立法院的指選的行事 第六十二條 規定的非常清楚 行政命令經審查後 發現違法 變更 抵觸法律者 因以法律規定的事項 而 以明令訂訂資 並提報宴會 均決議後 通知研定機關 更正或會址 我想依據 實行希澤來這裡 特別提出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在 用立法院的第六十二條 好 待會兒我們就可以來直接審查 抱歉因為時間的關係